土豆裡面按照比例 加這個白鴨湯 有兩火開始炒 這波也不可以在開鍋頭前 更加炒火鍋 讓土豆敷氣口感 這台有30分鐘後 我們才變成沉甲鼻射 湯出沉沉的香味 到這波裡面 製作一塊一塊 最念你的經理中小世界 我媽媽的心想 有傳統手工做土豆的技術 真的配合很大人 吃得用心 減少湯噴水 減快啪再炒土豆湯 有關味 媽跟海苔三種口味 好不好吃 嗯 怎樣的好吃 香香的 我們的比例是弄得剛剛好 所以就是 熟的時候 好的時候 切下去 然後整塊咬下去的時候 就會酥脆 然後也不會黏牙 就不要贏了不用太多啦 特別慶祝的大粒的土豆 讓消費者吃起來 口感更好 外國過年 大家爽力舒服 也做成立案 門口無情黑康棒 是誰才人客 才知道好味道 以前我在這裡三個月 十多年前就常來 早就常來賣 那他們怎麼賣 吃得好吃 好吃才會再賣 到外面吃什麼不一樣 人家這不夾水 吃得很好吃 就覺得口味很好 在小西街做立場的期間 全身有民眾服務 基本沒有時間做土豆腐 不太多顧客 也是數數量量 不過因為手工製作 受動優惡 民主想要吃蠻賣民眾 最好數真已定 即將民心差不多